香港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林朗燕及周庭 就發生在去年6月的一宗非法集結案認罪 黃之鋒被判監13個半月 林朗燕被判7個月 周庭則被判10個月 周庭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被拒 三人隨後被送往監禁地點 黃之鋒和林朗燕在收押前對官眾席大喊 要撐住 絕不後悔 周庭在宣布判決後忍不住落淚 法庭外 群眾呼喊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表達對三位青年的支持 英國外相拉布第一時間發表聲明 敦促香港和北京當局停止打壓反對聲音 重申檢控決定必須公平、公正 同時要維護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末代港督彭定康發表聲明批評 黃之鋒三人被判監是中共決議 將香港鎖上手銬的又一個例證 他呼籲國際社會與港人同行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言人馬斯拉里表示 這是香港收緊民主聲音空間的另一跡象 歐盟成員國外長將在下週討論香港的情況 多家日本媒體報導了三人入獄的消息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說 想再去一次日本的周庭願望無法實現 朝日新聞說 周庭首次入獄 刑期十個月 聽聞判決 流下淚水 富士電視臺稱周庭為日本女神 被北京和港府拿來殺雞儆猴 這起反送中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案 發生在去年6月 200萬港人上街遊行 發出撤回惡法等五大訴求後 6月20號 港府拒不回應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訴求 第二天 群眾發起包圍政府總部 及警察總部的不合作運動 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青表示 國際社會被香港年輕人 爭取自由的努力感動 紛紛表示聲援 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也認為 香港過去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最終量刑四個月 而且法官沒有考慮到公民抗命的因素 有意為嚇阻年輕人參與抗爭 而從重量刑 黃之鋒三人入獄前 都希望外界能把對他們的關注 轉向其他更多需要關注的手足 黃之鋒說 有更多、更多、更多不為人知 或被忽略的手足 他們更需要大家的同行與陪伴 周庭12月3號將在獄中過24歲的生日 他在入獄前說 請大家不忘寫信給其他手足 繼續關注12港人 真的是心很難過 梁家傑認為 許多香港人的心 都和這些年輕抗爭者在一起 因為他們代表的是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黃之鋒是一個國際知名的抗爭者 周庭尤其是日本的有很廣泛的支持 就在黃之鋒三人被判入獄的同時 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被控欺詐罪 保釋申請被拒 被關押看管 梁家傑認為 當局抓捕 和美國朝野關係密切的黎智英 是在釋放政治信號 殺雞儆猴 產生一種白色恐怖的寒蟬效應 劉慧清則認為 香港的情況越趨惡化 未來會有更多案件被告上法庭 劉慧清呼籲外界持續關注香港的司法和人權狀況 持續被香港發聲